小时候因为家里穷,所以上了学校也很普通,其实就是村里的小学,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靠种地供养我们,我的上面还有两个姐姐,父母文化水平不高,但都懂道理,那就是不读书永远都不会有出息,所以全力支持我们上学,因为出苦力,落下一身病,也就这么着,我们姐弟三人全部先后大学毕业, 有了较好的工作,经济条件也逐渐得到了改善,有的接触到了体制内的工作,有的接触到了外企的工作,但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,价值观和人的基本道德规范都是相似的,我相信读书让我们有了共识,我们知道书本上的普世价值,善良,博爱,自由,平等是需要学习,保留与发扬的,所以从课本上开始就走上了独立思考的道路, 比如我,小学时代看到的台湾岛是美丽的,让人们向往的,甚至由数学老师上的美术课画出来的台湾的山,人,或者是,与任何的元素都是美好的, 而到了中学时代和高中时代,就开始慢慢的融入了一些台湾的归属的立场和思想塑造方面的内容,那时候我根本就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,只是懵懵懂懂有一些怀疑的精神,天天基本上是为了考试,或者是做一个好分数,累的不行啊,没有时间琢磨,但喜欢看历史,喜欢看地理类的书籍, 后来就逐渐产生了一些质疑,比如,郑成功,我们历史书籍上写的是民族英雄,而其他一些的外国人著作里,描绘他丰功伟绩的句子,仅仅说是建立了汉人的政权, 这,在我们这里是绝对看不到的,估计台湾人都应该知道他是建立了华人的第一个政权,郑成功之类的书籍还是一些地摊货,其实也就是不是正式出版的,我们能有机会接触到也算是幸运啊,再比如太平天国运动,我们称为农民起义,而台湾称为动乱,在大陆人看来,台湾这个叫法就是瞎编乱造,中国大陆没有动乱,有意思吧? 所以这些隐隐约约的疑问在当时就成了我思考的动力,但我当时没有途径去验证,你们应该都能理解,看到的基本都是被审核过的书籍,所以自己思想上也没有太多的斗争,中学时代认识台湾,最全面的是地理知识,思想意识形态,没有选择和动摇,高中基本也是如此,因为除了高一有时间看一些课外书,高二高三每天几乎在为考大学而努力, 期间小周同样做了很多政治学科的题目,遇到台湾题材的题目,必须按照标准答案写,否则简答题就可能拿不到分数,但那时候我确定我上了大学,要多看几本外国出版的书籍,或者能够多读一些文章, 证实一下我写的答案,是对还是错,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单纯,还不知道可以用网络连接世界,大学时代图书馆里接触最多的是地理杂志,其次也是历史, 比如图书馆的书籍,对国共合作和抗战的描绘是国民党失利,抗日失败,腐败不得民心,而在有些书籍上,或者是一些不在图书馆里的书籍上, 却写的是八年抗战时期,国共合作,国民党是主力,其实现在我已经很清楚这些历史了,但你想揭开历史,万万是不能的,理由就是没有资格, 更厉害的是,现在的课本里已经找不到八年抗战了,2017年的时候改为14年抗战,到底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节点推算,还是1931年全面抗战为节点呢,我们都知道的, 目的其实也就是说明,他们认为自己比较早的参与了反法西斯战争,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后来关于谁挑起内战的问题争论也挺大, 我们书上说,是1946年蒋介石不顾人民追求和平,挑起内战的不得民心,后来长大才发现,观点不太一致, 其实类似的疑虑有很多,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的,因为有一堵墙, 但如果他内心存在对真实的渴望,并且是一个政治的人,都会去主动业政, 我的标题是,课本里长大后墙外的台湾差别不大,其实就是站在一个人,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上说的,如果你是善良的,求真的,那么台湾在你眼里差别不大, 但如果你是伪心的,你是戴着眼罩的,你是不追求人格品质的, 那即使现在,台湾在你眼里依然差别挺大, 例如自由民主可以跟暴乱等等事情画上等号, 比如美丽岛事件和野百合学运, 而这些我们长大后才明白,其实就是推动民主更快的落实而已, 有些事情我们不在乎明白的早与晚,只要你有所触动就是进步, 我们都有自己的思考,这是很有必要的, 当然小周思想上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影响, 也不代表任何人的立场,自己思考问题,自己判断, 只要我做节目是善意的,推广的是自由平等, 普世价值,世界和平的情怀,那就对得起我自己, 我不敢说对得起大家,因为我并非是你, 在我眼里,长大后的台湾其实包含墙外的台湾, 而在我的节目中,不管是地理知识, 还是衣食住行等等,思想上只会去宣传好的一面, 即使有不好的,也被我自动屏蔽掉了, 至少在我的节目中,我能保证做到这一点。 在华人自媒体圈子里,你收到的推荐最多的可能就是各种对立负面的事情, 大陆人看视频也一样,不喜欢台湾的观众看到的都是对台湾的主张拿下台湾的一些节目, 喜欢台湾的观众正好反过来, 而对于政治感兴趣的频道主占了绝大多数,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,而我的确也对政治不太感兴趣, 所以从节目当中也能看得出,我作为业余频道博主, 关注的是台湾的人和事,通过细节传递美好, 找到一些比较纯粹的朋友,至于流量, 我不会特意去迎合一部分喜爱看政论节目的观众, 虽然我也想要流量,但绝不违心做自己不喜欢的节目, 我们所有人看到的台湾,我认为应该是充满人情味的, 人们生活在自由互帮互助的环境里, 也应该看到美好的一面, 虽然这些不是生活的全部, 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尽量开心为好吧, 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, 这一期也相当于小周跟大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吧, 不对的,您多包涵,多指教, 好了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